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峰會前夕 美國和北韓外交官舉行會談 目的在於消除最後分期 意大利和馬爾他拒絕 被一手在有6.600名移民的船靠案後 西班牙星期一同意被這手船靠案 阿富汗首都赫布爾政府部門外 發生自殺式爆炸事件 12人死亡31人受傷 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的襲擊有10人受傷 天主教教中方際各接受三名智利主教 因為性虐待草紋而辭職 包括主教胡安巴羅斯馬德里 長期以來他被指掩飾有關視點 據洩露的電子郵件披露 英國脫鉤運動的最大捐助者阿隆班克斯 在脫鉤公投前曾經多次和俄羅斯官員會面 賀斯卡 證書 賀斯卡